下载iTalk BBTV app,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上期节目,小编给大家推荐了美西的冬季滑雪场及度假村 那么说完了美西,这期节目我们就接着来聊一聊美东的滑雪圣地 首先第一个是Killington Ski Resort 大名鼎鼎的Killington相信很多同学都有所耳闻 它位于福蒙特州,东部最大的滑雪场,交通比较方便,价格便宜 当然,东部雪质整体来说和西部还是有一定差距 距离波士顿大概三个小时车程,距离纽约五个小时车程 是美国东北部滑雪爱好者不可错过的雪场 雪场跨越六座山,有155条雪道 其中,蓝道和黑道数量较多,更适合中级以上的滑雪爱好者前往 山顶和山脚海拔落差950米左右 是福蒙特州落差最大,美国东部落差第二大的雪场 一般营业时间为早上8点至下午4点 雪场有诸多酒吧、餐馆,都有自己的接拨车,可以电话要求接送 第二个是Straighton Mountain Resort Straighton也是靠名比较靠前的雪场,尤其是在场地多样性上 排名第四,雪场位于佛蒙特州南部的绿山国家森林区 拥有近100条雪道,其中,绿道与蓝道约占70%,比较适合初级中级滑雪爱好者前往 也就是说,它基本适合各种类型的滑雪爱好者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Straighton升级过它的缆车,缆车速度也很快 全新的车厢和舒适的座椅,再加上车厢外的雪板夹,极大的提升了你的缆车体验 在Straighton雪场滑雪,你不仅可以享受速度带来的刺激感,更能观赏到迷人的冬季山林美景 如果觉得滑雪还不够过瘾,不妨再去尝试充气滑雪圈,雪地自行车,雪地摩托车等项目 该雪场与Straighton小镇相连,镇上有许多出售雪具及其他滑雪装备的商店,以及精品小店与纪念品商店,随便你逛个够 餐饮方面,除了靠近滑雪场一侧的快餐店之外,镇上还有多家餐厅、酒吧、甜品店 足以令你在滑雪前不足一天所需能量,或者在天黑之后享受丰盛的晚餐 第三个是Stone Mountain Resort 斯托山区是福蒙特州北部的斯托地区的一处滑雪盛地 其中包括两个独立的大山,曼斯菲尔德山和云山峰 地形较为复杂,Stone雪地是一处基本只有蓝道与黑道的大型雪场 为EPIC Pass Gica的植地雪场 在其约116条雪道中,仅有19%的为绿道 因此更适合中高级滑雪爱好者前往 第四个是Perfect North Slopes 这个滑雪场位于印第安纳州,设施好,场地很大,可供选择的雪道多 即使同一难度范围的雪道,又有容易的,烧难的,不管是怎样的水平都能玩得起来 尽管是人工雪道,雪道上的雪厚实,松软 没有裸露的硬邦邦的冰茶让你飞跟头 第五个是Mad River Mountain Mad River Mountain是俄亥俄最大的滑雪场 这里的滑雪山经过精心装扮 有10个滑雪道,垂直落差最高达1000英尺,约300米 提供全方位服务,磨坦,电梯,旅馆,快餐店,户外篝火等应有尽有 更有最受欢迎的疯狂午夜 午夜滑道是特地为大人们准备的 当孩子熟睡后,带上你的滑雪轮胎,就可以在夜空下进行狂欢三个小时 绝对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第六个是Whiteface Lake Placid Whiteface Mountain曾是1980年冬奥会主办场地,世界级滑雪圣地 位于纽约上周 Adrondax山脉的它有着东部最高海拔 3429英尺,每年平均降雪200英寸 Whiteface Mountain有雪道87条 其中初雪者雪道占20%,其他为中高级雪道 同样不提供夜间滑雪 距纽约市车程约5个小时 第七个是Hunter Mountain 猎人山位于纽约上周Catskill地区 距纽约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是家住纽约市而希望当天晚返的同学们可以起集的理想滑雪场 当然,如果你不上滑雪也没关系 猎人山四季开放,你可以挑选一个清晨出发 坐上猎人山的登山缆车,看齐区的山脉在脚下蜿蜒 柔和的晨光静静在远方舒展 眼前的那些树丛河流山谷 是不是都焕发了令人不敢触摸的美呢 猎人山的活动也很丰富 比如迎接总统日 会有现场乐队和烟花表演 为孩子们准备的迷你世界杯 还有为成年人准备的一年一度的品酒节等 第八个是Nashoba Valley Ski Area Nashoba Valley雪场距离缅银州波士顿约50分钟的车程 有17条雪道 蓝黑绿级别都有 11个缆车 也提供滑轮胎的项目 雪场规模不大 坡度难度不高 非常适合初学者 唯一缺点就是雪道相对较短 很快就滑到山顶 又还要再坐缆车 总的来说 这个雪场更适合想要体验或者时间比较紧的朋友 周末一两天即可 下期节目我们接着来聊一聊美东的各大外卖APP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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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